發言完的話我們休息會很久 好主席謝謝齁 也特別要謝謝主席排這個議程 那我們請人家次長齁 黃次長請 我想次長在答覆的時候 我們經濟部所屬的官員好像不以為然 也認為這樣的審查是不對的 那我要特別要強調一下 今天排這個議程有他旗幟的一個法案依據 第一個呢行政院經濟部一直用行政院各部會所屬 用高達300多條的行政命令大量的開放 這就是一樣 那麼我們反觀美國的自己在國家針對外國投資的 他們就設一個跟高達國安單位的外國人投資審議委員會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設 那台灣在過去從民國四十三年到現在 有華僑規國投資條例 有外國的外資投資條例 那為什麼中國人可以讀後 用一張行政命令呢 這是一個其一 其二呢 行政命令不能扣權到 我還可以引述法條 我們提案很清楚 立法院職權行事辦法裡面 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裡面民文規定 行政命令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抵觸法律者 因為法律定資 所以我們也才送了這個法 我們也要求審查 這樣有一個立法機制經過國會審查 要不然這個國會整個形同虛設是一個橡皮圖章罷了 這是我要重申 我們這個審查的一個基本的立場 第二個呢 我們很擔心的是 在這個大量左手一直開放 那右手強的要跟中國簽ECFA 無意是呢 一邊給表面的羅伯一邊給胡蘿 一邊給趕快中資趕快進來 先建立據點 這就是一個問題所在 這就是我們今天 針對裡面的項目要去談的 那麼另外 為什麼要審的第二個原因 我還特別跟次長跟經濟部所屬的關聯 雖然你們不以為難 沒有關係 但是我要提醒你們 你們用人民納稅前委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 也寫的正面平面報告 這什麼外人來投資效益評估 什麼叫外人啊 那哪還有內人來投資呢 裡面也給你們寫的很清楚 你們故意避重就輕 正面的影響 他說入資來台投資 以取得技術及拓展市場為主要目的 入資來台投資 若以過病的方式投資的話 對台灣的直接貢獻 將可能降低 這是你們拿人民血汗權 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所研究的報告 你們視而不見 好 這是他正面的影響 還有負面的影響 我要再給你聽 他裡面的寫來 入資來台的動機 主要以學習跟吸收台灣的生產技術 高科技知識 管理技巧 取得品牌為主 這就是他的 那至於他的方式 模式呢 主要是過病或是放這個換骨 基本上對台灣的威脅呢 第一個 有可能取代台灣的生產地位 關鍵技術的外流 所以包括 人才的挖角 房產的炒作 企業過病 對台灣產業發展並不利 這是你們委託的 還有最重要的結論 也要認給你們聽 你們都視而不見 他說入資企業在這些產業的投資 大多數以過病換骨 我們在進行 直接來台設廠的機率很低 若是如此 入資來台投資這些產業 對台灣的貢獻 將降低 這個裡面 評估報告寫得很清楚 那你們可以視而不見 也可以要蠻幹 來開這個方便資源 也沒有關係 我們希望來 逐條 來審查這個部分 另外呢 對於你們剛剛委員所提的 從整個一個開放的項目裡面 入海空運輸什麼都包 我就很奇怪 連農業的部分 固然不是你經濟部所管 有很多項目是你經濟部管的 有的 有的是農委會管的 農委會居然開放 讓中國來台投資的 可以做花卉的批發 零售 豬肉肉餅的批發 蔬果的批發 隨產品的批發 這個是什麼世界啊 那台灣這些人怎麼辦 他只要注射一個 現在紙上公司多的是啊 就好像我前幾天 那你經濟部所屬可為而不為的 經濟部所屬的 投審會在幹什麼 我認為投審會 投審會真的可以廢掉了 投審會完全沒有功能啊 我就問你啊 市長 我上次舉發了頂先的案件 他為何最近在辦檢資 檢資需要公告呢 那他有公告嗎 那投審會為什麼不知道 是因為我們崩出來之後 他把518明顯的違反勞動基準法 沒有在老委會登記 老委會新聞給台北縣政府 台北縣政府又提給老委會 那我們這邊怎麼辦 一樣 你經濟部所屬的 又任由台電中油 給中國的紙上公司 台電在高雄的永安廠的最大的那個 風力那個太陽能發電廠 居然是給一個沒有製造能力的叫華城公司 華城公司呢 轉包給中國上德 這麼大的一個投資計畫 全台灣最大的這個太陽能變板廠的一個一個太陽能發電廠 甚至在台南外海 中油用投資一塊美金的紙上公司 是中國南海石油油田集團 投資在馬來西亞公司可以得標 整個水文炭車包括老物採購 在中油裡面還可以得標9億多 1塊米金的紙上公司 第二家另外中國天然氣集團 投資在新加坡的 投資資本多少 一千塊美金 可以得第二標 甚至去年前年都得標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很質疑 這一個來台投資管理辦法的一個存在的必要性 那你這樣有法 不用 然後去年就自動生效啦 自動生效 還好我們在院會提出意義 希望這個展年 展年三個月 但是還是照樣生效 照樣生效你們照樣合可 已經合了37家了嘛對不對 那將來呢怎麼辦 這是問題所在啊 市長 你是讓具體 這樣倒一下 因為 主席給我看 一直看 呃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這個開放可以來台投資的項目 那不表示他可以來台灣 比方說來賣中國大陸的產品不見得 因為這個產品 他不准進口 就像這個北平烤鴨 他一直想來 北平烤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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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全部都從口進來了 是 所以這個就不准嘛 對 所以他這個項目可以投資 跟他來實際上 投資到什麼程度 我們當然最後結果是對台灣的產品跟對台灣的就業是有幫助的前提啊 如果還有一點就是對我們國內的產品沒有傷害 如果說我們國內的產品根本就不怕他歡迎他來 那就在自由的這個經濟情況下自在的競爭 所以有其他的方式 會做其他的適度的管理 所以剛剛委員提到了很多投資的項目 我們開放不表示他就有能力在台灣立足 這個是一個 你這樣 政府單位不是在成效耶 不是 所以我們把這個 你公佈這個項目你不是在形同虛設 你要給人成效耶 不是不是 他如果提出申請怎麼辦 他提出申請如果在我剛剛講的那幾個前提 對我們安全沒有影響 對財源競爭力沒有影響 你怎麼知道會沒有影響呢 你已經投資了他照法定程序來審核 所以這我們才要立法做一個把關的機制 你投審會就是要發揮這個功能 要不然你開放的項目裡面 你從製造業裡面 汽車製造 我跟你講啦 汽車製造零組件 育龍馬上要上市了 全部都是中國的熊貓汽車啦 來這邊只是告一個組裝而已 他整個 整個零件拆解 在台灣組裝 在台灣組裝而已啦 台灣你有什麼提供什麼原料 完全沒有 就好 第二個你的服務業裡面 服務業裡面你們批發零售 甚至連廢機物的處理 這些都可以開放給中國人來投資 你的整個 包括鐘錶批發 服飾批發 哇這一個夠多耶 這包括金屬建材 零售 隨產品 肉品 紓骨 哇 還比較重要 哇 連那個觀光業 住宿航空餐飲 連小支部都可以用中資啦 蛤 啊 連這個你這個公共工程的承攬 還可以承攬這個 船舶的一個駁位倉儲 碼頭填海 什麼航空的必要設施 觀光 觀光油氣的重大設施 這個都是你們開放項目裡面 而且已經公告了 已經在實行了 但是呢 我們不禁覺得 以台灣 貴 政府 行政院副院長提 台灣的油資高達五兆多 我們 如何去改善投資環境 讓台灣的油資來投資自己 國內的一個產業 為什麼不去做這個部分的一個 一個積極面的建設 做積極面的一個產業環境的調整跟改善 然而呢 一直在 左邊 要整個讓中國的ECFA來牽進來 右邊 又大量開放所謂中國專業人士 或是用這個 所謂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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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 這個我們不反對中資 但是 中資的管理辦法 應該在一定的規範裡面 中資的管理辦法來台投資辦法裡面 應該有一套 這個嚴謹的一個一個立法的機制 而不是 一直這樣行政命令 可以為所欲為 那這樣的話 那等於立法案可以廢掉了 這是我們今天 執行最重要的一個 那個原因 另外 我要講次長 你答應我的 中油台電那個標案 兩個禮拜要出來的 已經廢標了 到現在還沒有答案 那個 那頂心的問題怎麼處理 頂 頂心的問題 頂心他是 其實他背後的老闆都是台資啦 只是在海外到到大陸因為他 他在大陸要做生意 你們經濟部的網站上他是明明寫的是 錄資 我知道但是他背後是台灣 是寫的 錄資 他這樣金蠶偷俏 事情一崩發了之後 他 他把他辦理檢資 這有問題啊 頂心本來在台灣就是一家台灣的 軟體公司 他是台資 然後變成外資 變成維京群島的外資 外資之後變成入資 這就是這樣做啦 所以現在我們在法律上認定他是入資 這個沒有錯 沒有錯 沒錯 所以他是入資沒有錯 可是背後他就是台資 那我們現在也是照規定來處理 那中國人就變成人頭囉 不不不 所以現在 這個很奇怪啊 我跟委員報告 是他這個企業 他對這樣的一個副長官 你認定入資就入資啦 你後面就不要去補充 後面再講什麼台資的部分 你去認定他是入資就入資 是入資沒錯 對 那我跟委員報告的意思是 因為廠商他不了解 賴副長有意見 你的官方要給我處理一下 好 續期五分鐘